吃这些垃圾食品会让他折兽好几年 园长听了艾瑟尔的建议后立刻就表示了认同 不过小熊莫洛伊就不高兴了 这简直就是夺人所爱 于是他就笑笑的去把艾瑟尔的快乐玩具的电池给偷走了 接下来园长武迪就安排史蒂夫带着艾瑟尔到园区里四处逛逛 路过催眉糊时 史蒂夫就装逼说他上星期才在这里救了一个被摩托艇撞晕的溺水者 然而话音刚落园长就来电通知他说 上次被你开摩托艇撞了的那个家伙他不打算起诉了 因为他后来脑部受损直接失忆了 说完旁边的莫洛伊又继续补刀说你还记不记得那次你和最后把碎纸机当成了女人的大屁股 这天史蒂夫抱着个死人到园长办公室邀功说他救了一个登山客 面对园长的这种脑贪行为园长当即就决定摘出了一颗史蒂夫的考核星星 紧接着艾瑟尔突然闪出一个小圈圈又把这个登山客给救活了 于是园长立刻又给艾瑟尔加了一颗星星以示表扬 然而这一行为又再次刺激到了职场卷王 这次史蒂夫是明白着要跟艾瑟尔一较高下了 面对史蒂夫的当众挑衅 本来无形公平的艾瑟尔也是决定要和他杠上了